大家好,今天是10月19日,這個星期又再做一個更新 上次我隨便胡說,沒有寫稿的朋友都覺得很OK,我就繼續這種方式 我會省很多製作的時間,沒有寫稿我就會說話湧長一點,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好,沒有的,還是說回美股吧,CNBC的報道,它說這個賭指標普500又再次收市創新高,是一個歷史新高 這個是今年最長的Winning Streaks,即是最長的連勝記錄,我們已經是剛剛連升了六個星期 所以之前已經有很多個星期說,市其實就真的很Bullish 基本上就是很多東西是升很多,舉個例子,上個星期提的這隻IoNQ 我們上個星期up的就是這個位置,我們up完之後這個星期再升多少,30% 大概29%,快到30%高位那裡,這樣子 這隻我自己都獲利了4分3,我只剩下4分1創位坐著,這些獲利審風 有些評論員就說,美股就是AI的熱潮,你看一些AI股票,你看一隻Microsoft 然後你看NVIDIA幾個月沒有升股,然後有ASML,最近大插一天插16-17% 就是美股沒有什麼行程,不太知道美股發生什麼事,很多評論員 我們會說,其實這個行程現在就是百花齊放,很多不同的概念爆上 尤其是你會發現一些投機性高的中小型股是一些很巨大的升幅 最近就是,譬如我在Twitter說的,10月15日,剛剛突破之後那一天說的 然後整個過程,就是我一直up完,逐天update,去到現在應該這個突破點 我藍色戰爪指著這裏,已經升了一倍,這隻OKLO是核電概念股票 核電概念近期是超爆,簡直就是一個核爆的狀態,就是這裏 那我就在那個cheat出了之後就是這段升幅,7成7,講完之後再升到7成7,去到高位 好嗎?非常之強的一個概念的一個炒作 即我們就如果對於行程是熟悉,或者真的平時有專心留意美股的發展 或者真的有一套有系統的方式,怎樣發掘,去掘到這些動力非常之強的股票 基本上你就會發現這兩個星期,只是這兩個星期的回報已經是非常之強勁 現在真的是一個storytime,即剛才那兩個例子,RNQ是quantum computing的一個概念 OKLO這隻股票是核電的概念,這些概念就是近期熱炒的主題 所以這就是storytime,storytime的意思就是我們有一個主題,即是一個theme 它是有炒作的,而那個故事是延遇成你,我自己是炒技術圖表的 技術圖表有好的setup,配合個故事,配合個大市的狀態 即譬如大市是傾向bullish,或者大市有其他的一些我們叫做situation是配合的 即是下單影片後面我就會詳細說,所有東西都配合的時候 這是一個好的時光,這些好的時光不會永遠維持 通常都是很短暫的,一年我想真的是一兩個月的時間 所以就要珍惜這些時間,最重要就是行程,好嗎? 即是知道行程熱點在哪裏 即是不知道行程的人就經常看來看去,都是那些tesla,google,microsoft 就覺得美股高nowhere,不知道為什麼那個市標普500 不斷創新高都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做美股就千萬不要這樣,即是我們要知道熱點在哪裏 做一些有利可圖的事情 今天就講一下這些主題投資的一些分享,好嗎? 大家要留意本影片的內容是純粹經驗的分享和隔壁的用途 並非投資建議,大家要小心求證,衡量風險才好投資 如果大家都喜歡這類影片,記得給個like和share 最緊要不要忘記subscribe和按旁邊的小鈴鐺,愈多人like愈多人subscribe 我就要和你做同類的影片 先買個廣告,Interactive Brokers榮獲2024年Global Broker Awards By Investing In The Web 最佳全球overall券商,最佳期權及債券券商等等的獎項 我自己多年來都有用Interactive Brokers進行交易 除了對它的信心和習慣之外 它可以在同一個帳戶內交易多個不同的產品 包括期權,期貨,債券,各個不同的地區股市等等 這是非常重要 而且Interactive Brokers 的孖展佣金便宜 如果帳戶總值大於10萬美元 而存有多於1萬美元的現金的話 又會收到一個不錯的利息 實在是盡可供,退可守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Interactive Brokers 的資訊 可以按畫面上的連結 或者點下方的連結 可以了解更多 只要按進去 就算甚麼都沒有做過 已經是對這個頻道很大的支持了 感謝大家 好吧,說了 Story Time 其實是主題型的交易 我不會說是投資 我自己是炒鬼 我不是炒長線的 但是如果你抓到一個重要的主題的話 其實幾天兩三成 甚至一倍是有機會發生 剛剛就是發生了 所以才用來講 其實以前都發生過的 所謂故事 或者是這些主題投資 其實最重要就是 這些是一些催化劑 有些是虛幻的 有些是實在的 即是我自己做Swing Trading 即是可能幾天 至到一個月內 十幾二十個交易日 Under 30日的交易日的time frame 其實是否實在未必重要的 好嗎 即是對於我來說實在的 就是圖表上真的有set up 有動力 有資金追逐這些概念 這些才是最重要的 即是舉例 如果 你上個星期有看我的影片 你跟回我所講的Deep View 教學 即是股票篩選的一個網站 你跟我的方法 即是我那時候就講 Pradeep Koramaki Koramaki的方法 你跟回那個這麼簡單的 一個Stock Screener 你有篩選的話 你一定會選到 剛才所講的 比如IoNQ RNQ 或者這個 OKLO 股票 那些篩選是會選出來的 你會選到很多不同的股票 都是有一個叫做 Good Relative Strength 可能大家都有差不多的set up 你可以選到很多隻的 如果是市好的話 哪隻會跑出 哪隻不跑 不動 我會這樣看 如果有趨化劑 即是有股仔的 一些股票 它是特別容易跑出 還有跑出的時候 即是真的突破的時候 發瘋的機會 即是瘋聲的機會 會大些 即是沒有說一定的 即是機會大不大 即是你沒有概念 沒有故事講的 即是有時它都會突破 但你就會發覺 即是會走得很慢 比較瘋狂的 即是沒有那麼正 那這個就是 為什麼我們都要研究行程 即你要知道 那些人的熱點在說什麼 知道最近市場是關注什麼 重點的故事 主題 在哪裏 那就是我們做頻道 或者我自己都是一個 算是一個專業的 投資者 我們是要看這些 眨眼 以下這條片 已經是三周年了 except Tesla end of last month Yeah, so Upstart's up about 25% just in four days since we bought it we bought it on about four days ago so that's actually made a nice little move in the short term probably a little extended right now but longer term that's a good looking name very powerful very strong earnings these stocks are acting What do they do? I don't even know them What do they do? Excuse me? What does Upstart do? Well, I'm sorry What kind of company is it? Yeah, I'm not You're breaking up Oh Well, I guess we've got an audio problem there, Mark I'm sorry I do know MGM I do know Tesla and I do know AIG OK 那位 Market Wizard his actual talk He said Upstart's up He said He said OK Then he said He said Upstart's up He said He said Upstart's up He said and he said 一个市场焦点的主题 它已经是有些咸鱼翻山的情况 但你要留意2021年 它说到很无敌 为什么呢? 就是那时候是开始讲的什么 宇宙、AI、Fintech 那时候也会讲这些东西 有主题有Catalyst就升到这样 这家是AI借钱的公司 还有2021年中尾的时候 还是零利率的 那时候这些就炒得很厉害 那你知道为什么炒上去 就是有人说 哎呀,那位MarketVisit是看图表的 VCP炒技术动力的 他不用知道基本面是怎么样的 真是sorry 他那本《超级绩效》 是讲他那个系统 我现在记得什么名字了 因为近期很多人经常在说这些 SEPA SEPA系统 要看基本面的 Earnings Growth 有没有Surprise 有没有新产品 就好像Canslim 那些就是基本面 为什么不用知道 他自己说要知道 对吧 还有就是刚才说的那些 就是撤合这个星期的主题 你知道少少 你不用多 你大致上知道 这个股票是什么行业 有什么概念 有什么主题 有什么主题 在背后 是不是好很多 还是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只知道数码 当图 其实没有意义的一些符号 去炒 万无目的去炒 那你觉得哪样东西 有优势 还有就是 但是再不介意 花多些时间 知道多些 你看一下 Balance Sheet 这种东西 是不是负债超重 会不会炒高 会配股的 是吧 他会不会有一个 倒币的风险 那他是不是确实 有一个增长在背后 去支持这些 这样的 瘋的走势 有时候很多这些股票 是没有盈利的 但是市场 是会看Sales Growth Sales Growth 也会有帮助 他未必有盈利的 但是Sales 销售额有增长 或者客户有增长 或者最近 他跟什么大客户 签过一些很重要的合同 已经锁定了 可能未来的一些Sales 这样 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这些就是所谓的Catalyst 就是永远知多一点点 不是说 什么Noise都要知道 但是你 若干程度的 资讯 你都要知道 在背后 好吗 如果你做股票 它做什么 业务 你都不太肯定 不清楚 那就是Breaking up 或者虚气上 行情不好 你又没有留意到 它Breaking down 也可以 最近就是核电的概念 为什么这么爆 这个作为一个例子 说一下 好吗 真的不是脚头 这些真是educational的东西 现在有个例子 放在你面前 下次有别的机会 你把握不把握到 这个是重要的 就是我们一直说的 这些 我频道的朋友都会知道 一直说很久 但是我刚才展示了 那些例子 我给你看看 我怎么被人 撞走 stop out 好吗 但是交易的方法 如何去做这些 trade 才是重要 好吗 下次也做到 或者下次 有这些机会 来想的时候 把握不把握到 这些才是重要 首先 很多人都知道 其实塑地亚姐 都会知道 就是AI 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题目 而这个主题 是可以玩很久的 十年百年 整个 decade 可能是 但是AI 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我记得我在6月 好像 我刚才做了几条影片 跟大家说 AI的范围是很大的 就不只是OpenAI 不只是ChatGPT 不只是那些东西 不只是Microsoft 不只是Microsoft Google Meta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东西 OK 如果你又是 整天以为AI 就是Microsoft 你一筆行程都看不到 或者你只看半导体 光刻机 时代尖端方的 跌成这样 还不是有泡沫 不是美股有问题 还不是那些AI 其实那些需求不好 老实说 这些东西没有得对 还是错的 不过错失很多机会 其实半导体 里面都有很多东西 比如NVIDIA 其实都挺好 台积电最近的业绩都挺好 好吗 虽然大一点 这些股票 走得慢一点 但其实真的都有胜负 那些大股都有个好处 比如有些朋友仔 不太贴士 或者不像我这些赌性那么强的人 其实做这些 它可以大胆咬下去 其实是有钱赚的 好吗 但是你要选对 比如做NVIDIA 台积电领先的股票 这样 那就会好些 还有这些 有时候你摆了 其实都没问题 但是你遇到这些情况 你就懂得stop out 好吗 那就没事了 但是 也是一句 你知识就是财富 就是你的技术月征 就是有效的知识是多的 那就会帮到手 那我就会说 其实AI还是建设的阶段未完的 虽然近期应用层那些东西都开始炒上 但是我会说 基建的阶段其实未完的 就是最重要就是 AI确实是 都有一个大的需求 是要建设很多data center data center 刚才你有电脑 就是那些quantum computing 是可以普及省电 省电再数下去就是电力的供应 所以现在data center供电 是一个很大的主题 而且这个主题是 是真的可以持续一段时间的 可能 就是现在那些那么疯的升幅 是不是透支了未来就后话 OK 但是如果以一个贴地的层面来说 就是现实的层面来说 这个是以连接的一个持续的概念 那你建了一个data center 你一路run AI 其实这些电是一路要用的 就是能源的需求是一路持续的 不会突然间没有了 但是去到后期 可能到了饱和的阶段增长 就会慢了 停滞 但是现在是初步booming的阶段 就强的增长 是会维持一段时间 接着就是connectivity 联系 就是networking connection 那些东西 是吧 其实这几样东西都是一些 每一单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好吗 市场都已经是pricing 这些东西 那我们就集中说能源 就是核电这个 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炒作的主题 那首先大家要知道 9月中至尾 9月23日这篇报导 就出了一单新闻 就是这个Microsoft 和这个Constellation Energy 就签了一个长约 好像是20年的供电 不知道我记错了 20年的供电合约 就是数以亿计至10亿计的一些单 就是我说是breaking up 详细的那些交易是怎么样 就不知道 但是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合约 所以你会看到那单消息出了之后 就是这里 OK 这一棍 大gap up 大bullish candle 这样冲了上去 很多人直接炒CEG 是吧 其实都可以的 真的可以的 但是就要用一些指定的方法 如何交易这些gap up 是可以的 但是当时就你知道 9月中的市场都是很波动的 做这些是可以的 应该的 但是我自己也没有做到 坦白的没有做到 可以找其他相关的类似概念 电力设备 和这些核能 和这些alternative energy相关 这只gevernova 即是general electric spin off 出来的一个电力设备股票 大只 其实8月底到9月中 都有设备的 就是这些blue flag 有两次 也是 市场是 我自己当时做一只电力股叫VST 这个盈利水准都很好 但是幸好你会看到 其实这里的point指着 其实很大波幅的 5%这样 会搓走 还有那时候 你知道9月初 大市有sell off 其实这些那么进取 那么少整固的一些flag 不是太敢做 miss了行政 好吗 miss了 OK 我会告诉大家 我miss了 我不是股神 就是人是会miss了 但是你miss了之后 你知道这件事有行程 你不要忘记了它 不要自暴自弃 不要傻了 不知道在做什么 很多人是这样的 好了 接着这件事是未完的 再之后 就还有其他消息 接着 这个microsoft之后 amazon google 都是 一些不同的公司 都是 就是 做一些核能的东西 去锁定自己那个 data center 就是那些 数据中心的一些 能源的 需求 就是很大的需求 它们要锁定能源的供应 因为你知道 那些data center 只要你的供电是不稳定的话 它们就会break down 很大事的嘛 你知道那些电脑那些 是不能断的嘛 断网 断错母AI 是很大件事的 对于它们来说 对于它们的信誉 用者 就是客户的体验 各样是一个灾难性的东西 它一定要有电的 不能断电 不能停电的 所以它们一定要保持 这个能源的稳定性 它们其实是说 就是 跟一些做核电设备的公司 或者建核电厂的公司 它们是做一些叫做 small nuclear reactor 就是一些小型的核反应堆 核反应设施 就去run 这些电的供应出来 跟传统那些 旧式的核电是不同的 这些小型的反应堆 就是cost effective很多 就是起的成本低很多 也都操作上简单很多 可能是一个技术的提升 但是也要记住 这些核电的概念 其实现在是初步签约 就是合作协议 或者初始建设的阶段 其实还是虚幻的 我会说 就是这些核电的公司 转化到它有一个 就是你要去到一个stage 有很实在的盈利高增长 可能要多些时间 因为你想想起核设施 例如审批建设那些东西 是要长些时间 尤其是审批监管这些东西 会不会中途腰折 其实都很难说的 知道吗 譬如在民居 我想十几十个Miles 外面建一个核设施 小型反应堆 即甚至小型反应堆 都会有监管上的问题 建设上的一些问题 会不会有人反对之类的东西 但是我们以炒卖的角度来说 你问我就是三个星期货仔的东西 这些这么长远的东西 我不会想到 总之市场是购买的 真的有个动力 你会看到 譬如这一只NUCLEAR ETF URAINIUM AND NUCLEAR ENERGY ETF NLR 你会看到 这几个星期已经炒到次线了 好吗 那我们就是要这些SWING 这些就是我们的获利 好吗 很多人经常说很长远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 很多人觉得 很多人担心 很多东西绑手绑脚 就是经常要想一些很长远的东西 总之不要想那么长远 你少很多束缚 好吗 Anyway 这个我就想说 这个是Deepview 上个星期说的 软件网站 如何找到相关概念的股票 很简单 你总之知道 那些核电的Ticker 其实这些Ticker 你找回Google search 就知道了 或者你找Charge GPT 就是它会教你的 通常就是URA ULR 諸如此类的 核电你就会包括 就是真的 在电厂核电设施那些 核电能源的方案解决的公司 或者真的挖那些Uranium出来的公司 譬如举例 这个NR 你打个Ticker出来之后 它就会出这个版面 左手边 应该就会自动有这个 就是show Ticker出来 你在看这个ETF 你只要我zoom in 那你就会看到 其实这个Ticker后面有个H字 这个Deepview里面有个功能 你只要用Mouse click这个H字 click 就出了这个 它会给你看 这一只ETF里面的持股是什么 占多少% 那你会看到你耳熟能场的CEG 刚才说的和Microsoft签约的那家 Constellation Energy 这是CEG 这一只 接着再数下去 就是很多人都认识的 CCJ 最大市值的有矿的公司 就是之前 大MASA Stan Jokermiller 都持有的 那一只 再数下去就是 你可能不太懂的 比如BWXD这些真的很厉害 又航天军工 又核 很正 这些真的 升很多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OK 等一整股都没有 是这样升的 我数下去 那我自己就做了DNN OKLO 还有一个叫NNE 这里没有显示出来 我做过的 就是这种东西 我被它震走了两次 这样 等一说一下 好了 那我将那些核电相关的股票 我自己加上自己搜寻到NNE 这个我是stockcharts.com的 就是自己做watchlist的一个表 就是 其实你自己 炒就没有了 你tradingview就可以了 有时候我做presentation 这些 这个软件就比较方便 总之你整个watchlist 出来就会看到 这个表 那我就会整个watchlist 就会加上 那只ETF 就是真的那些ETF 做一个benchmark 比如URA 是一个uranium 抗的ETF NAR 就是抗再加电力 那些概念 就是有电厂 有那些解决方案 有些公司 插上一叠的ETF 那这个就是benchmark 那你看到benchmark 大致上 一周的period 一个星期 最近这个星期升了11.5%左右 那这个benchmark 你就能对比到回报是怎样的 那比如我做这个okl 即升了一倍的 这个星期 升了一倍 那我之前被人震走了的smr 就升了四成 DNN 那我安慰奖 就升了24% 那NNE就最差 升13% 那我说一下这些trade 那LEU我自己miss了 好吗 没有啊 你太多东西看 是会miss的 没办法 因为我们不只是做核电 有很多东西做的 就是这样 有时刚好 就是说些trade 例子才说 那我自己就近期会 喜欢trade 小一点的股票 那最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就是 我会见到 罗素2000指数 那这个是for situation awareness 就是你的大市的延半 背景是怎样 你适不适宜做这些策略 那我会这么说的 这些策略就是 一些高风险进取的策略 好吗 但是就 不是什么时候都做得的 就是很选择很selective的时间 去做这些策略 好吗 就是你全天头都做这些策略 你会死得很快 好吗 你选择的时候 对的去做这些策略 就是比如IWM 罗素2000指数 中小型股的指数 就是会见到10月中 10月11日开始 是有突破向上的情况 好吗 这个整股了很久了 就是你见8月的Black Monday 去到9月初来初去 是很波动的 好吗 你这时候呢 9月到8月初 你就可以做这些中小型股 肯定 就是Death by $1,000 好吗 你不止是直接就有个大的Jodan 但是去到10月中开始 就是早两个星期开始 其实就开始突破向上了 突破了 这几天就有一些re-test 就是有这个中小型股的突破 就会令到中小型股的股票 倾向上升 就是我整天觉得 选择股呢 或者怎么样 考眼光 无用的 我不会觉得自己有眼光 好吗 可能是hot hand cold hand 就是你要做什么 就是你是顺风顺水 还是灯神 你知道自己在做灯神的时候 就不要做那么多 那你就很顺手的 就是做事是很顺利的时候 就尽量做多一点 好吗 如果罗素典指数在good的突破向上 你做中小型股 是不是事半公倍 随便宜选择股票 它会升 就是每一买就跌的机会是大很多 然后就看了 中型股 是400 中型股 S&P 400 中型股 突破了 很漂亮 很清脆的 上个星期都说了 所以这些时候 你做中小型股的性率是会高了 这个时候 其实标普500都收市新高 就是我片头一开波说的 是不是 就是你大股 中股 小股都ok 可能都 但是有得选择的话 是不是 就是如果之前好像年头 或者是年中 很多时间 没得选择 就是中小型股没有表现 只是升大股 那些时候呢 就没办法 那都是一个很短暂的时候 好像7月的时候 小股又会升 就是除了这些很特别的 个别的时间之外 你 其实之前只是大股升 那你就没得做这些 中小型股 但是现在 那个市好 有得选择 那我就会选中小型多些 因为其实中小型股 的爆发力是强些 尤其是如果配合股仔的话 就是有个股仔在后面 就是比如刚才说的 你突然间升一倍的机会 是远远大过大型的股票 这个是market structure 就是那个market就是这样 你大胜 譬如万亿市值的东西 譬如NVIDIA 那是很好啊 那你要 它升一倍 你要可能一年 几个月的时间 但是你不会两个星期升一倍 就是你要OKLO 刚才那只核电股 那一个星期升一倍 你是要中小型股才做到 这个就是个分别 那说回这只 OKLO 这个股票 其实那个进场点 就是在蓝色这里是最好的 但是你再早点已经知道 那小弟就是烦人 OK 9月这里就是 Chem Constellation Energy 这里 其实这里应该都可以 开始考虑做的 但是就是 我在这里发现 好吗 那最近的进场点 就是蓝色战在这里 其实这一天 我都miss了 然后黑色战在这一天 这一天 我才是做的 因为这一天 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那单ASML 即半导体设备股 大股 做世界最顶尖光刻机的公司 它突然间 一天大跌16% 那时候 那时候 整个大股市是有一个 撤回的 那我自己研判到 其实我会看到 很多其他股票是不时都没有 纯粹是那些科技股 有一个 就是 News Driven的一个Sell-off 我就 这个Deep那里 就贴着10天线 是可以进场 如果没有Pullback 就真的惨了 可能都miss了 但是在这里 看到 做了 在这里进场之后 其实就 4天就要升一倍 OK 4天就升一倍 刚才说的 很多只股票 就是你看到List 那么多只 那为什么我选这一只呢 其实每一只设备 很相似 那为什么我选这一只呢 就是第一 这个圈子真是漂亮 你会看到上面这个 Average Daily Range 这个我拿三日平均值的数值 你会看到一路收缩 这里真的收缩 那整个过程 已经有一个很显著的升幅 就是这个trend 已经确立了 趋势确立了 有一个Pullback Pull幅收缩 一路 一路 沿着10天20天线上 好吗 那这里就是 去到20天线 又不是很Over Extended 真的有一个强的动能上升 有成交量 大升的支撑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理想的 技术上的setup 然后就是 这个故事 就是重点了 你知道有没有这样的taker 你看多一点 浪费多一点时间 这个东西背后是怎样的 这个故事是怎样的 然后你找一下就会发现 咦 原来他那个Chairman 这家的Chairman 是Sam Elkman Sam Elkman Sam Elkman 这个Sam Elkman 其实就是 以前OpenAI的创始人 和CEO 就是他一定是很清楚 这些 什么Data Center AI的东西 那他才去搞核电 是吧 就是他应该是 好像买了一间公司 那样 或者是 和他有什么合作 或者是借学 那样的东西 搞了这间 OKLO 有个来头 那你会知道 其实我知道的东西 市场的人 就会知道同一样的东西 那大家 想找东西炒的 是不是 就是这些 又和这个OpenAI有关系 又有这样的背景 那个Chairman 那首先 就是首选 就是炒这个先 这个就是个故事 最后 对盈利有没有帮助 可能一些帮助都没有 但是 但是大家顺命的故事炒 但是第二只股票也很厉害 就是SMR 这就是做一些小型反应堆的 一些核设施的公司 我已经见到这里有设置 的了 波幅收缩 那样 有个flag 那我就在 红色Bar这一天 入了 更坏的 即日被人stop out 这个突破 那就做 stop out 接着 第二天 又没有了 又上回 其实我又再 又再突破 我又再进了市场 那即日是有盈利的 第二第三天都继续 但是去到 一天又跌下去了 又stop out 那被人stop out了两次 爆升了 stop out完先 那就没有放弃到 最后就是做了一只OKLO 那就在高度赚钱 就是这里 被人stop out了不久 然后这里又突破 就做回 这一笔交易有20比1的回报风险比率 好吗 所以就赢这一笔 就已经是可以抵消之前 这些被stop out 20次 那么多了 然后就再找下去了 这些矿股有没有好的设计 就是有矿 那些 那你用那么多核电 就是有的需求大增 是不是 有矿是受惠 之前说的CCJ 就是最大的 那很多人都知道 那这个DNN就是小型股 就少些人知道 那我就会觉得 就刚才说了 中小型股是突破的 那你做这些小型股 理论上风险高的 真的高的 但是就是这个那么特别的时期 它就风险会比较低 因为 大为中小型股的市道 那然后就是 你没什么人知道的东西 或者小一点的东西 你容易有大的爆发 那anyway就做到这里 这个又是有一个flag 那我就在这一天gap up OK 就用一些tradegap up的方法就做了 那这里都做到9比1 每个风险比率 就是9个r 这只有一点惊喜 说升这么厉害 猜不到这几天 但现在这个核电的行程 就像2021年炒大麻那些 那这条2021年2月的影片 其实我就讲了 当时我们是怎么样做这些股票的 其实现在的playbook 和当年有点像 那当然现在操作的手法就改进了 就是比如我们真的 会够胆用一些方法 在起手的时候做大一点的仓 然后就中途升得非常好的时候 分段获利 那盈利税俊会更好 那这些经历了很多年 我们的手法不停有进步 会 好吗 就是与时并进 我就觉得 我不是大师 我都是一路不停学新东西 不停改进自己的手法 是要多些回报 越多越好 那接着就是Networking Data Center 那些Connection Networking 那些东西 ANET 是当中最多人认识的股票 这些是过百亿的大股 但是这只股票我一直在监察 其实根据我就觉得 没什么好的Self Trade 这些股票勉强强 10天线就上去 其实我就觉得Overextended 所以我就没做 这些是我自己 6月是有做的 相比6月这些步骤很多 就是Titan 也很Tice 波幅收缩很好 又不Overextended 在10天20天线附近 刚刚又不是很远 10天线 又突破 超过 而且那时候大市又转好 什么都配合 这个真的赚了很多钱的Train 就是一个这样 那时候做了这段 估了货尼场 7月中你又看过我的影片 你就知道 我已经知道有很多Warning 识道 这里是估了货尼场的 这样 那这个就估了 然后就这样 接着没有准备场 好吗 相同的概念 就比如你小型股 你可以找到其他股票的 比如这一只LUMN 又是类似这一类的 就是一些蚊型股 甚至可能到先股级别的 这些小型股 但是哇 这里上升这么多 突然上升了7倍 什么事呢 那新闻就是这个 它真的跟Microsoft 签了约 去供应这个Connectivity 的Solution 就是Data Center 做Connection 帮它 那它也跟Connect 你知道 GLW 最近升得这么厉害 就是这些东西 Connect 大家知道 GLW 做光纤的 那它又跟它 就是签了一些 就是 功课 就是 那些光纤的源头 就是Connect 应该就是 然后 然后 这个Microsoft 锁定了 签了一些约 签了一张单 这样 这样 那就 真是有实质的盈利 的保证 这样 就是销售的保证 盈利就不知道 这样 然后就这样升 然后整固了一轮 这里又有一些很绿的FREG 是吧 刚刚星期五 又有设置 又突破 你侧着这些方向去想 有没有什么主题 在那些股票的背后 那怎么这些股票 会找到出来 最原先就是 就是上个星期说的那些 Deepview的那些 动力筛选 的Screen 你就会Screen到 这些股票出来 然后你再看多一点 里面的故事 就是这样 那这个不知道成不成功 Day1 好吗 就是 你要知道这些东西 是有机会失败 是会的 是绝对有机会失败 但是如果背后有个股票 在那里 你成功的机会就会上升 就是之前 Tesla 你又看回我六月的那些片 那时候炒Tesla 都赚了很多钱 那为什么那时候炒Tesla 其实跟这些做法一模一样 就是 又是你动力筛选 会筛选到这些股票出来 然后就突然间不太显眼 有一些初始的大声 然后就做这些奇形 扎幅的一些整固 然后再突破 再进场 又是这样 那Tesla的故事是什么 那时候就是说 主电业务 开始出现在财务表 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是很高的增长 那些人就觉得有个股票 AI 然后又开始想起 Tesla所有美好的东西 自动驾驶 FSD 全自动驾驶 又想起它那些Octomus 机械人 又想起它那些柱电业务 一百八十几元炒到260元 Tesla好像是这样 就是一样的 有股票炒到很高 那现在不是了 现在反过去上周说的 那些柱电业务 其实就不是那么高增长的 开始回归回现实 接着上一次那个什么 Robot Day 那些Robot Taxi 那些什么东西 哇 要2027才开始整 那便立刻就跌回去 就是起步点 OK 这只ASTS Space Mobile 是不是你听过名字 是有故事的东西 就是太空的电信概念 尤其是现在 刚刚美国有个巨峰 就是它会令到 就是摧毁了一些电信设施 可能会令到一些电信中断 网络中断 那这个概念 又是一个主题 又会炒 就是它provide这个什么鬼呢 Cellular Network in Space Broadband 就是太空的宽贫网络 就升了2元 升到40元 升了20倍 然后整固 最近又再突破 OK 又再炒 好 接着就是太空 整个套餐 又射火箭 接着可能 讲笑 夹筷子 那支筷子 有没有筷子 就是Elon Musk 射火箭上太空 接着火箭 可以回到自己的站 好像有一支筷子 夹着火箭 这样的 大家一定要看那个 Launch 和那个回收 这个是人对 我觉得 一个Milestone 这样的东西 一个Milestone 好 高科技的东西 那出这些东西 大家又在想太空 刚才就是太空电信 太空科技的东西 Broadcat Lab 就是这些概念 你看升了几段 有几次是有 就是setup 可以做到 那这些 升了多少 5元一倍 一个月升一倍 怎么会没有行程呢 美股 怎么会 那个指数 和 Internal 就是里面的股票 不符 不会 很多东西升很多 那么最重要 就是你有没有 浪费时间 去了解当中 细节的行程 或者是有没有 真的去跟 或者是有没有 用心去看 LUNR intuitive Machines 都是 就是 类似的概念 你又会见到 有很类似的 是两段走势的setup 还有这只 RDW 也是太空科技的东西 这个是做 太空设备的公司 这些 你明白吗 这些 我这么说的 Rocket Lab LUNR 都多人Twitter 说的 RDW 这些很少人说 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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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 那你就要知道多些 这些 就是素地亚 都知道那些 就不要 怎么说 有时候它是会有表现的 但是 reward to risk 通常未必特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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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核电 你大爆发之前 就很少人说 直到现在 就很多人说了 TREETER 每个人都说了 就是我觉得素地亚 开始知道核电 那些 可能 就是素地亚 之前可能会知道 CEG 就是Costellation Energy 再早期一些 可能知道Microsoft NVIDIA 那些 但是 现在素地亚 可能已经开始知道核电 所以核电 那些 我自己 大部分都获利 那我会剩下 部分的仓位 可以再看可不可以再走远一点 就是有时候 你买中了这个概念 其实我们就想用这个方法 如何可以尽量 持有多些利益 在当中 坐久一点 但是又不要给回太多 但是 同时又不要说 就是完全 不想有换单 完全 就是那些PayPal profit 你又 就是 没有换单是不行的 因为你怎么都是要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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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帐面盈利 怎么都是要 就是要 就要预计了 可能有些换单 去倒一些大一点的升幅 或者 比如 OKLO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 比如你在买了 喂 你升 这里 去到这个高位 Day High 你已经忍不住 要平仓 那就没有了后面 是啊 可能是这样 因为我收到一些留言 跟我说 那些东西 也有人 就是升完这些棍 然后就平仓 OK 你这里又再少多 这里16% 就是这里 其实去到高位 再升多两成三成 这里 你又再失去一些升幅 所以可以的话 就是用一些方法 是怎么样可以 就是尽量坐内些 拿多些盈利 那之后会跌回 可能 那我就用一个分段 获利的方式 去慢慢 就是 将多些利益 去锁定 但是坐内些 拿多些利益 这样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沽了货之后 再升多一倍 这些瘋子上来 你鬼知道吗 你看回我之前 大马里面 你看回这个 那时候 说Till Rate的股票 很多人 常常说沽货的 中途 我常常叫那些人 坐多一会 接着说完 之后 第二天 就gap up 一倍的 就是这些股票 可以这样 那现在核电 也是跟那些 我觉得差不多 因为其实大部分 都是没有盈利的东西 先说一下故事 但是核电 是实在一些 比较大马 我就会这样说 但是 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我就会觉得 是一个 炒作的阶段 来的 投机性的东西 好了 那大致上就是这些 你要知道 很多主题 存在的 好吗 不是没有行程 那当然 也一定要说 去到十月尾 选总统之前 市场 我觉得是会有波动的 就是 预计了的波动 是不是有 不知道的 就是这些 没办法预计的 就是我一定要预计了 一个波动的 我自己就会这样 就是已经有好的 profit 我尽量 如何是可以磁形保态的 我自己就想这些 有好的概念 我就会back 但是 overall 一定是 要保住 胜利的果实 要控制住自己的贪婪 就是不要被胜利充分头脑 就是控制住 真的有好的设计 真的可能有一个好的股票在后面 计算好的风险 才去倒 如果不是 你突然有市 比如罗素2000指数 你看好地地 好像突破 如果买是假突破 下个星期大插 一棍插你2% 你就可以 吐出很多 profit 如果你没有任何的准备 这个是要注意的 还有 概念就是 很多 其实是 比特币 就是 我自己没有研究币市 因为我是老人家 我就 不太懂的 其实我经常是 那些频道有些年轻 就是18、22 尤其是还在读 那些 我经常去问他们 那些 我经常去问他们 要学 他们很聪明的 你会告诉我 其实那些 那些 L coin 就是那些 其他币 就是狗屎垃圾 那些币 我都不懂 没听过 那些 比特币 你都会看到周线图 好像有些想突破 这个很初步 我不能肯定 但是好像是想突破 那你就会看到 比特币有些东西 会开始动 例如MicroStrategy MSTR 这些股票 很多人看 当中有很多其他概念 的股票 那这些 我不是特别再说 不是太长的 在Channel那里 说 这样可能 好了 接着就是 TSLQ 这就是Tesla 的逆向EDM 其实今集的主题就是想说 不要经常看那些 Mac7 那些 但是虽然也有厉害的 譬如Netflix出了业绩之后很厉害的 那个 业绩的 episodic pivot 我们有讨论 怎么交易的 有朋友 还有你 台积电也是 好的 但是 你大股那些 其实真的也有很多是 没有表现 譬如Google Tesla 这些 就是了 好吗 Tesla 这些 还有很多人问 其实 这个逆向EDM 我看到它是吸约 这个是blue flag 这么紧致的blue flag 虽然就很近就来业绩 所以才是这样 但是你见到这个样子 你会不会想做 就是你逆向EDM 你会想做 它的样子 你这样见到 你当什么都不知道的话 盖上Tekker 你觉得 喂 是不是可以 突破向上的 那些股票 你逆向EDM 会突破向上 就是你正估 你不要先做 就是先看一看 或者你看其他东西 我经常说看其他东西 其实美股7千多只股票 你很多东西可以看的 或者你根本上 你的认知范围 其实就 很多东西未知道 就是我觉得 尽量就 没有人是认识的所有东西 包括我 是认识很少东西 尤其是 我做了频道 其实跟很多trader 真的跟professional investor 或者institution investor 聊天聊得多 就是发觉自己 越来越渺少 还有有时候 就是涉猎多些 你就发觉 很多股票其实我原本都不认识 真是 为什么不早点 知道多些 我觉得大家都最好有这个心 就是尽量去学多些 确闯眼界 交易或者是投资 甚至你做长线投资 可能的跡下会好很多 这个其实我最想说的 今天 好吗 希望这条影片可以帮到大家 详细的大事 各别股票评论 焦点watchlist 和教学 会在patreon cuptrading pro 发表的 网址就是 wwwpatreon.com 如果大家对期货交易有兴趣 想了解当中的教学 交易的分享 甚至更多详细的 seasonality communitytraders report 多种不同资产的数据 欢迎大家加入CupFuture Trading 网址就是 www.cuptrading.net.futures 好了 今次先说到这里 希望这条影片对大家有用 下次再见 拜拜